目前花莲已经有确诊67例 县长徐正伟在防疫记者会上表示 花莲的群聚个案大部分都是家族群聚产生 所以再次呼吁不要群聚 预理警分局也和各村里长合作 通过不断的村里广播 向民众宣导落实政府规定的防疫措施 左近村长与原警在车上进行广播 再三的叮咛不要移动不要群聚 希望居民一定要遵守 因为这事会有相关法则 南区三乡镇从最北玉里镇春日里下德武部落 立山村山里部落到最南的布里乡 丰南村吉拉米带部落 左西乡古丰村的石平部落 一共有44个部落 原警结合当地的村里长头目 以及国语当地母语交换广播方式向民众宣导 请大家在防疫期间 第一个不要群聚 室内五人 室外十人 也再次呼吁民众不要以宣施法 不要群聚 委者将以传染病防治法第67条 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款得不偿实 记者高双双玉里卓西采访报道 记者高双双玉里卓西采访报道 照顾明 1 5人 1 5人